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起来还蛮对正的 对 但苏林汤吃完之后呢 他就是这种有马上改善 但是他还是不能碎 然后之后引发那个红龙痛 那红龙痛之后呢 他吃干草汤 然后他就一直咳嗽一个汤 然后一定有这种黄黄绿绿 然后甚至于他后面还有灰色的那种异地 然后后来再给他吃这个 那个什么结果汤 就是下面那个 然后他这个汤全部清完之后 然后之后再让他吃猪猪汤 那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是不能碎 那我之后再给他吃那个黄绿二角汤 那他吃完黄绿二角汤之后还是不能碎 对 可是他给我的反应是说 他觉得他在吃猪猪汤的时候 他整个躺在床上的时候 那个心跳是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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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要就是要大学年校之前的那种 心理的那种抗分感 可是他吃到黄绿二角汤的时候 他就是很劲勁地躺在床上 可是他还是不能碎 然后后来我就是就是在 因为他有一些好像水汽 就有那个齿痕 那我再給他吃一些燈母湯 然後可是就是到這邊之後就好像不太怎麼再爽下去 那後來我就去讓他吃那個蕊子龍骨母麗湯 然後他有那個酸棗龍湯 可是這兩個方子他都跟我講說一點效果都沒有 然後之後我再給他吃那個陳世福的桑下冷雞蛋 然後他說這個更沒有效果 然後他後來就是覺得說他好像真的一娘娘去去到很低的一種狀態 那我後來就是因為我拔貨湯的麥湯不是奶結麥 那我最後兩次吃桿炒湯就是水煎的就是整個他的重景比例的那個 那他這個吃完之後他就能睡了 那可是現在能睡的問題是他就是能夠從大概10點睡到固定3點起 那他就是現在處於附近3點起的狀態 那我就跟他講說這好像是3點到5點要進入到背心的 那好像就是有點進入到太陽的太陰的那一個地方 那我就跟他講說那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裝下去 可是我給他建議就是說那我有給他買深遠的那個枝桿炒王 那再讓他繼續提完基礎然後再讓他吃一些中湯 因為他現在大便是有正常可是還容易掉到附屑的地方 那就跟他講說你附屑的時候就吃你中湯去把那個附屑的那種狀態也調回來 可是就是現在就是不曉得在該怎麼往3點固定型的這個地方再去改善 OK 我還沒聽到問句 3點固定型應該怎樣到哪裡叫天亮高 那個 OK 就是說你先請坐啊 那個其實你剛剛開了要的附屑啊 其實大部分的走法都跟我會開的附屑是差不多的 那頂多就是說如果是事後諸葛的話 就是他那個豬靈湯的那種熱性腹瀉又下焦熱的那個拉肚子 用豬靈湯一停下來 其實那個當下就可以用竹腐湯來收他的那個上面的巴掩 那就是說那個時候沒有先用豬膚湯的話 可能之後用幾根湯把那個農擠出來用甘草湯來消炎 就會稍微拖得久一點點 就是就是以整個故事情的精度來講 大概只是這裡可以調整一下而已 就是就是你的整個用藥的那個 基本上又開藥的順位 尤其是第一時間的主真是抓豬靈湯 我覺得這個是我還蠻佩服的 就是這樣的抓法是對的 也不是說對啦 就是說是是蠻蠻聰明的 因為如果以初學者來講的話 通常豬靈湯正在那裡會抓不到 那不過呢就是他的那個故事情節裡面 一個是他在開始的時候會心計得那麼厲害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的心仰一定是已經很虛很虛了 那另外呢就是他的中間對不對 就是變成從能夠睡 就是本來是煩而不能眠 有一段時間變成不煩但是也不能眠的那段時間 其實就是一個是前面的心計 一個是可以調整到煩而不能眠 變成不煩也不能眠 因為煩而不能眠就是很陰虛的對不對 但是不煩而不能眠就是陽虛的 所以這個故事情節裡面 這個人的體質呢就是出現過好幾次 就是非常陽虛的坑洞 那這個非常陽虛的坑洞呢 我們前幾天故事也講了 就是可能像楊總的話 他一天是至少四十五克的泡芙子了 那小胡的那個的話 就是那個好肉桂也是一次要一克這樣子的比例這樣子下去 那所以站在一個 站在一個用藥的排程上面的話 就是如果能夠見縫插針的 把他的這些藥物 就是你用自乾腦湯治他的陰虛血不足對不對 在這些就是對症也有效的調理藥中間 還能不能見縫插針的幫他補強陽氣 就是一點就是你說經絡的氣 好像從乾筋要走到肺筋的時候就過不去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其實 這個從奇門進去到那個中府雲門出來 那個地方本來就是那一段是經絡裡面最最美麗的 但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至乾草堂 它本身是張洞景的方氣裡面 紅棗最多的方對不對 又是補血字音的代表方 所以當然它的氣勢已經都已經凝聚在 是應該已經開始凝聚在銀氣的範疇 但是它整體的陽氣還是很不夠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時候要增加它的能量上的實力的話 或許是父子又貴類的東西 要藉控插針的開 不然的話就是給它做大揪法之類的 其實一個按小條揪官員 對這個case都不會很有用 因為這個東西關係到的是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是甚至前一些日子 龍帥江老師都還 還有透過天輝助教跟我討論過 就是說他在為國家的這種什麼骨幹 國家的動糧骨幹 是這樣講嗎 我不知道你們講吧 就是那種重要的那種科技方面的 或者說高官或者是科技要員 那些人都會有那種心悸到慌到不行的那種症狀 說這樣的人很多 而且龍哥哥他是說 他已經開到柴虎加龍骨牡蠣湯了 都不能改善他們那個心慌心亂的那種 那種反亂不堪的那種感受 那當然就是龍哥哥說的那種狀況 就比較像我們故事裡面的楊總 或者是小胡的那個朋友的一部分的情形 就是已經這個陽氣大虛了 所以就是你很多招數在他身上是使不動的 那但是呢龍哥哥說的那一種 中國大陸的官場中人的陽氣大虛 那我因為不是中國大陸的官場中人 我有點不明白真實的狀況 但是我會幻想說 可能他們的生活的壓力是不能減少的 大陸的同學你們覺得中國大陸的官場中人的 生活壓力是能夠得到減少的嗎 就是也就是說他們 就是你知道真正的那個原養 所謂的就是像中醫有些比較通俗的說法 說是你因為熬夜打電腦 所以軍火都被調出來變成像火用掉了 就是這個真正的這個營火歸圓 溫氧洋氣的這件事情 就是當然我會說其中一路是你先吃柴隆菇牡蠣湯 讓自己變成一個有可能放鬆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呢就用小建中湯把它打掛 當然小建中湯這個時候我可能會又加泡芙子 又加好肉桂 就泡芙子我就放一兩 然後呢好肉桂呢叫它送福一克這樣子 那就是想辦法用補藥把它完全打掛掉 就是說那個原養的那個缺缺掉的那一塊 非常需要像我們之前的朋友楊總的那個做法 就是整個人簡直是形同廢人 什麼都不能做只能休息 然後這樣子相當長的時間 那一塊缺掉的能量才有可能補起來 所以你說的這個故事情節的 我不曉得這個你的故事裡面的主人翁 他的生活是不是一個比較忙碌有壓力的狀態 不是 逐科工程師啊 不是 逐科工程師對我來講我不懂啊 我當初放棄了那條路 我當初教中大學 因為認爲自己畢業就會變成逐科工程師 所以念到第三年就討笑不念了 所以那是我不知道的實相啊 比較像老師你講的那種的就是 公術的那種高壓他無法去念 那他有那個覺悟要進入還債模式嗎 他之前可以整天整夜都不睡 我問你是他有這個覺悟要進入還債模式嗎 我一到現在他現在就一直幾天想睡覺 進入正確的燒音 但因為沒這種狀態 那我不能說他有那個覺悟要繼續 那他已經願意讓自己垮掉了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用比如說你自己去試 你看是小劍中湯加父子加肉桂 可以讓他更垮掉 還是真五湯比較多把它打成廢人 就是你想辦法用對的補藥 就是他這個情況補藥如果開到對的點上 他會完全被你打成廢人 什麼都不想做只想休息 我覺得是小劍中父子加肉桂 我會比較是如果聽到這邊 那這是一路 就是因為他的元氣不夠 因為你知道 銀氣也就是比較溫柔滋養自己的氣對不對 你可以說是這個人的自我療癒的能力 那這個人的自我療癒的能力 如果他還要出去拚 就會被拉出去變成對抗萬災世界的能力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要不斷地收回來 所以你用炙甘草湯我也是很認同的 至少這個炙甘草湯的這段時間 你已經讓他開始氣 往銀氣的方向聚龍了 可是還不夠 所以但是我就說我沒有說 就說 就我就說姑且你考慮看看 什麼湯能夠把它打到最寡 其實這個東西的妙處是 它的那個整個過程 本來是有一個完美的酸草人湯症的 但是它是因為完全陽氣有缺損了 所以酸草人湯的藥性變成沒有東西可以調度 不然的話 忙碌爆肝用酸草人湯最好 就是 這個是 就是它的大格局 到達 因為你知道 會變成那種心慌失眠 又覺得心悸的人 那個陽氣的虛損已經很不普通了 所以它的那個還債也會還得非常 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很戲劇化 就是原來好能幹一個人 現在什麼都沒辦法了 你知道 就是完全廢人化 連他自己都會覺得很瞧不起自己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 就是 你說怎麼樣讓那個 氣能夠順順地轉入肺筋 再轉入脾筋 這樣子的 那一個轉 就是酸草人湯 因為它能夠從膽筋帶到乾筋 對不對 這一路到這裡了 那這一轉 這個最後這一轉呢 我 我在想說 用藥的法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說怎麼樣卸肝而補肺 這個這樣子的話 我不敢說一定有效 但是我可能會採取的一個小螺絲釘 是一位叫做蟹白的藥 就是橋頭啦 就是那個 菜市場買新鮮的橋頭都會比較有效 就是那個 瓜樓蟹白白酒湯的那個蟹白 那那個蟹白有一點力道 是把大腸的氣打通 還不只是不完全是對肺 但是那個大腸的氣被打通的時候啊 它的肺那邊會有一個鬆開一條細細的路 所以呢 我的想法是 用給它補肺氣啊 然後呢 又用一點蟹白的話 是我的做法的話 就會 比如說 讓它每天裡面有一頓飯是吃粥啊 就自己煮一鍋稀飯 然後那個稀飯裡面 放進垂碎的橋頭 就新鮮的橋頭 垂碎煮淡點 我們叫蟹白粥 那如果你說 還想給它補一點廢氣的話 你還可以讓它 另外在水果當點心 吃一點生脈保原湯之類的 然後達到你說的那個基準 但是 其實呢 一個人如果 進入了 就是這個事情的故事情節是這樣子 如果他願意進入還債模式 真的被你打掛掉 然後每天什麼時候 都會想睡就睡的話 那也不在乎是不是半夜三點了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這個大格局 如果能夠把它完全打掛掉的話 這個三點的氣過不去這些事情 說不定就三點四點過不去這些事情 說不定就不必那麼用力 但是呢 如果 因為你知道我每次幫人開藥 都會有一點心急 就是這個人的十五個月份的療程 對不對 我會想 這個當下就把所有的藥都開了它吃掉 但是事實上人家就吃不了那麼多藥了 是不是 所以就 我會覺得 在對方能夠容受的吃藥狀況 就是他覺得吃太多了 這樣真的沒辦法 就已經不像人類了 就是 就是稍微跟他說 我們先做這一件事 試他兩個禮拜 你看看這兩個 因為補陽氣的話 你不要期待說今天補明天有效 而且你要跟他講說 我要 你給我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把你完全打掛掉 就是你 能不能就是對這整件事 對這 對這件事情 有一個好像是 英文說的 surrender 就是投降了 然後就是讓自己被完全打掛掉 然後呢打掛掉以後 如果還有那個半夜三點到四點會醒來 會睡不下去的狀態的話 那那個時候 你可能可以用微計量的客中柴龍母 也可能可以用謝白舟之類的做法 給它當點心 因為如果你有一餐飯對不對 就是你如果早上起來啊 醒來的就是沒事乾 就是熱一碗謝白舟喝喝 然後呢又困了又回龍覺睡一睡 這樣也就好了 對不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本來的壓力是那麼大 陽氣虛成這樣 能夠知道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看那個病人 願不願意把 把他生活中的這些忙碌的事情先放著 就好像是修學治療失戀的心靈創傷那種大學生的做法 就是 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不會 那還有嗎 請說 我的問題是吃苦癢藥 就是調養吃苦癢藥 欸 欸 對不起對不起 我聽不清楚 你願不可以 就是調養的時候 吃苦癢藥特別容易早醒 早醒是什麼意思啊 嗯 嗯 嗯 早醒是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 五六點就行 然後一拜就去吃苦癢藥 嗯 嗯 是這樣子啊 您先做 是 主要是我這邊要說的是 這個 這個吃苦癢藥的人 他一開始是 在什麼主政況下吃什麼苦癢藥 就是你的故事情節 我需要更精確才能 作為一個醫案來研討 就是平時調養吃聖氣丸 因為聖氣丸對我來講 就不是補癢藥了啊 就是聖氣丸是 隱陽氣入三陰莖的藥 它並不等同那些 那個大劑量的肉桂父子的補癢藥 那我要請問的是 請問是什麼情況 什麼症狀吃聖氣丸 而且吃的是 哪個牌子的 哪個版本的聖氣丸 這些都要知道 才能夠討論這個事情的 就是針對我個人調養 是不是大陸的那種 金貴聖氣丸 都很重要 然後裡面搞的是 櫃製品 大陸的一般的金貴聖氣丸 我以為是放肉桂的情況多些 是哪一家會特別放櫃枝不放肉桂啊 是那個在車前自己的版本 或是放肉桂版本的那種比較爛 我吃的會很明顯 你會不會靠過來一點啊 我還是耳力不好 就是你的話我聽得有一點飄渺啊 那 就是大陸的那種 叫 櫃枝地瓜丸 通常都比較爛 吃得容易上滾的 然後我吃的是那種 牛車聖氣丸 對 但是為什麼牛車聖氣丸 都會放櫃枝呢 我覺得牛車聖氣丸 一般廠商做的還是用肉桂啊 我聽說 它上面特地寫的是 我們這個不放肉桂放櫃枝的 是這樣嗎 配方寫的是櫃枝 OK 哪個牌子呀 好像是北京同仁廠吧 北京同仁廠的牛車聖氣丸 會不放肉桂放櫃枝 網路上有沒有的查 就是這樣 嗯 OK 好 那先說到這 繼續繼續 你先別走 就是 實際上是針對於體質調養 哦 我不要聽體質調養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你要吃 腎氣丸 最好是有腎氣丸症 對不對 就是 我跟文耀說的是什麼體質 這就是本身的黑鵝子 所以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是因為你身體有什麼什麼症狀 所以吃這個東西啊 好像沒有特別腎氣丸症 這是調養 哦 這是調養 那你本來有那個 腳容易 就是摁一下皮膚 彈不起來那種容易腫的體質嗎 沒有 都沒有 不過 牛車聖氣丸其實 那我請問你 你吃的牛車聖氣丸 是 因為張重錦的聖氣丸是帝王的比例是8 然後父子的比例大概占到3這個比例 然後肉桂的比例 桂枝的比例只有1左右對不對 那可是 也用核的牛車聖氣丸 因為它是致水腫的 所以帝王的比例沒有到8 而肉桂架的相當的重 所以你吃的那一個聖氣丸 它的那個配方裡頭 帝王的比例是佔到多少啊 就它沒有寫說帝王幾 什麼幾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對於你給我的情報 我就失去了參考的坐標了 因為呢 比如說有一些版本的牛車聖氣丸 它那個 就是 牛膝跟車錢放的多些 而它這個能夠資聖音的帝王 又佔的少些 那這樣子的情況 那有的時候它整體來講 會慢慢的把這個人 拉到一點點聖音虛的調子上 那如果變成聖音虛的調子的話 那通常會這個人 會有一點珠膚湯症 就是好像 上邊到喉嚨 就有一點熱烘烘的感覺 那 不曉得你會不會有呢 不會 並不會啊 所以你還是會得到一個 聖氣丸它本身該有的療效 是比較營火下行的 就是 腳開始變暖 而頭開始變涼 就是這個 正常該有的療效 是這樣吧 我吃神洗完的感覺就是 吃完以後覺得早上 我們經理調聰累 然後全天都不太累 這樣子 那 那 呃 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你的這個補藥 就像我說的 我不太敢接的那個 呃 表哥的那個狀態 就是 它 有被補到 精神有變好 但是 沒有進入還債模式 就是 像我們調理身體 我覺得最尷尬的 就是這個時候了 就是我吃了以後 精力變旺散了 體力有變好了 啊 變得有精神 做事情更有活力了 但是 這代表補藥 沒有進行深層療癒 而是 在表層增加你的能量 那 呃 但是 一般來講 這樣也叫做補藥有效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有一點尷尬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那個問題 背後 有一個需要確認的 點 就是 你是 其實沒有欠在多少 所以吃補藥就是 吃了就更有精神的 那樣的人 還是 你是有欠債的 而你的補藥 還沒有補到還債模式 的 這個分水嶺 那小虎可不可以幫這位同學搭一下手 告訴我它是哪一邊 就是它是 就是本來底氣就足 現在是越吃越好的狀態 還是還沒有吃到還債模式 或者說它吃什麼藥才會真的進入還債模式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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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是你真的補到上口嗎? 他是補到上口 就是他的脈的底子是那種有紮實但是柔軟的好的底嗎? 然後其實他的右邊已經開始有滑脈 右邊有滑脈,他就補上坡了 那他的底子是什麼底? 基本上他現在的脈是鑽到人堂脈 然後現在也沒有這麼嫌棄 也就是沒有到人紮實 所以應該要從比較多 也就是說他本身還是有一點虛擾血虛 可以這樣講嗎? 虛擾血虛神經緊張 然後他現在補藥 還沒有辦法治好他的虛擾血虛神經緊張 但是已經開始上坡了 我覺得有可能是生氣完的 就是覺得 因為我聽到同仁堂其實是沒什麼信賴度的 就會覺得 就是 就是你知道 帝皇如果炮製的沒有真的到我們要人的邀請的話 就會變成怎麼 把那些有一點補性的熱藥 就是 就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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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的邁向 喔 有沒有帶到那種 那種 鹹度跟 滑動震磆感喔 是在 渴求如古牟利來 來幫忙的那個邁向 有机会但是在右手看到 他的右手的那个弦动 是干橙皮的弦动 还是自律神经型 就是冬孤母利的那种弦动 所以还是冬孤母利的那种 所以因为 就是说等于是说 如果你这个脉象来讲的话 首先你是脾胃里面 已经有累积一些湿热了 所以这样的累积湿热 可能先吃一两次 拌下泄心汤之类的去清理掉 就是把那个滑脉先打掉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就是所有的进步 都会因为你的紧张 而让你不能进入还债模式 就是那个自律神经绷在那边 会阻止一个人进入还债模式 所以呢 等到你把那个湿热打掉了之后 你的补药可以先不用 盛气完这种 这种保养的 而是 如果用科学中药的话 就先每天早上呢 用很热很热的水 吞一公克的柴虎龙骨牡蜜糖 就是先把那个胶感神经敲松一点 然后呢 或许呢 到了班晚的时候 再吃个七公克的桂枝加龙骨牡蜜糖 然后让那个药性慢慢慢慢 让你一个晚上越来越放松 然后看看能不能让你进入 更深的休息模式 然后等到你身上这样子 就是放松度提高了 简单来说就是 人有多松就能多受补 这样讲听得懂 所以就是你现在的话 因为你的松度只有到这里 所以胜气完补到这里也补不进去了 所以你就是要用其他的方法 增加你的松度 增加你可以补的空间 所以现在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 请说 其实我自己本的理想 我的主政我觉得是 之前是睡觉大概十点钟 十点钟睡觉到十点钟 然后后面 等一下 几点睡 十点钟 十点钟睡觉 十点钟 晚上十点钟睡觉到 基本上就是 之前是到十二点半 就是睡两个半钟钟 大概两个半钟 或者是十点半 大概到十二点半 基本上就会醒了 然后这样可能也持续了蛮久 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可能持续了 可能不定有 可能有个一 估计是可能有两年 然后后面我就觉得 这好像不是很对劲 觉得这个身体 反正每天睡眠时间太少了 然后后面医生看过来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效果 那种像这种柜子的 鼻鼻鼻鼻的反正也失误 菜股当上也喝过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去看这方面的书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去看这方面的书 然后就是说有试过这个小节重汤 好像有点像我 但是这个喝完之后呢 就是说喝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大便不成型 然后这个后面我就没有改在车了 然后后面就是说 再就是有试过这个属于丸 属于丸好像最多也就是能够改善到 可以睡到大概一点半 早上就醒了 后面再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改善了 然后现在好像发现就是说 这个右手这个 这个背景 我看到这个血管的调整 然后那个 那个我基本上也把它停掉了 哪个停掉 就是属于丸现在也 就是停掉的理由是 你觉得这属于丸的副作用是 右手关麦跳到你看得到的程度 是这样吗 整个很长一段的程度 然后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耐力 突然有一点我看这个血管怎么跳得这么明显 然后现在就是说 大概就是可能 现在可以睡到大概可能是一点半 这个样子 就会醒掉 之后 后半夜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在睡觉 就是后来就说有没有在鼠样也 就是你回头就是醒来以后再睡睡的照吗 对 基本上就是 所以变成你每天其实只睡那两三个钟而已 对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像这种 比如说 之前因为也有听那个就是 林亚夏老师的那个讲座 像这种往后推 他意味着是 发现好像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我能不能继续再把这个时间 睡睡眠的时间再拉下往后 应该是有什么办法去做 如果我顺着林亚夏老师的讲法说的话 对不对 就比如说 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筋嘛 对不对 那 然后一点到三点是肝筋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挂肝筋那一段的话 有效药物是那个川穹加上叶焦藤 就是核手屋的那个土以外的部分 就这个植物是晚上会卷起来休息的 就是 其实酸桃兰汤本身就已经有穿穷了 所以 里面如果再挂叶焦藤的话 通常那条桥可以搭到干净去 这是你提到的第一个理论框是这样的处理 那搭到干净以后 如果像刚刚那位同学说的搭不到费筋那一段 那可能用这个谢白周来再搭下一段桥 这是根据李海夏老师的理论而言的做法 那 但是呢 就是 人啊 是不一定照哪一个理论在生病的 就是如果你就是那个理论框架内的病 那这样子也就好办 但是呢 你这个胆筋挂到干净 挂不过去的这个状态 那 如果我们要从更多的方向去思考的话 就是你的肝筋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调 你的肝筋才会变成一个平顺的道路 那可能不是这样子 一个一位要两位要挂过去的状况 所以不好意思哦 小虎可不可以又麻烦你一切 好轻松 就是像同学放轻松做到啊 你帮他把一把 就是首先他的脉 有没有那种 就是 就是大而太有力的那种 纯然的虚劳脉 帮我确认一下 对 他是纯然的大虚劳 所以他整个虚劳篇所有的方都用尽了 他的脉变小变弱了 才有的谈 所以 看着办 熟绪碗也很好 小金钟也很好 桂枝龙母也很好 每一种都会有帮助 生气碗也很好 生草人汤也很好 就是你是 你是那个 招动警票的 每一个方都会有效的人 就是你只要想办法 让你那个太大的脉 开始缩小 开始变得 沉沉的缓缓的 停下去 得要 都有效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一小段睡眠 反而不是那么要紧 就是因为你能够脉 外面都看得到跳动的话 就代表你已经 累到有一点往外脱了 脱落的脱 所以 就是 既然是完美的虚劳曼 那你也是一个很好的病人 小金钟一起来 就是 按部就班了就可以了 那还是说 你是不是生活上还是 有什么困难 不能进入缓债模式 缓债模式 就是 就是 开始吃不要 就累到真的 真的没办法工作 然后完全 就真的 就像废人一样 这样子 就是一直养着一直养着 就 就 就那种很衰弱 很憔悴 很衰退的过八个月 这样要还在模式 那 也可以抢手 看看 反正 既然是那个脉 反正 制法都差不多是这样 大方向有了 就是 都好 其他吃什么药都好 还有吗 好了 那我们继续上课了 小木啊 刚刚那个同学的脉 是非常标准的 非常虚劳的 虚劳脉 对 但是 那么虚劳 应该就不至于 大解离了吧 解离 完全解离掉 人脉没有那么虚劳 应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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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是不觉得你有那么虚 还是怎么样 自己 感觉好像还可以 对 就是这个感觉 大虚劳的人 都是这个感觉 就是 撑着活的人 都会撑成习惯 这倒行 就经过你这个说的 我倒是在分享 就是说这个 其实也是 也是一步一步的 在展开 在电 从那个睡觉 之前是 就不知道在睡没睡 现在直接就是 一个写的状态 这个到 到 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 可能是你的 过去到现在的生活 环境跟习惯 让你 变成一个 你的身体 有一点 学不会休息 就是你的 体质有那个调性 就是 虚性 代偿 亢奋的 学不会休息的身体 就是 比较是这个调子 如果是我帮你看诊的话 就会问得更仔细 但是我们这个课堂 就没有时间做这些说 问得更仔细 就是说 过去的十年是怎么过日子的 然后你的 家人关系 然后你的压力来源是谁 然后性生活状况如何 然后平常吃什么 这样子 就是把你的整个生活史 细细密密的 做 做一个精确的profile 做一个测鞋 那 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同样就可以 就是在那个诊疗的过程 有一点点所谓的 写作疗愈的功能 就是说在做精确的测鞋的时候 他会 重新去找到他的生活的 那个 整个气血怎么样 歪过来的脉落 不过 这个的话 我们的小胡大师 一定没有那么多耐心 帮人家做这个精确的测鞋 一定会说 反正这个药这个药要不吃 不吃拉倒 对不对 以后有人会再解了 大爷你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呢 虚导篇虽然讲到了酸草人汤 但是接下来这个 大黄这重玩 最好是 所有的浴血要一起教 才有教学的效率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又回到讲义上面的 麻黄汤症 那 那这个 麻黄汤呢 他在《伤寒论》里面 对了对了 我忘记一件事 昨天讲到桂枝加父子汤的那个 出大汗这个事情 然后身体僵硬这个事情 那其实 他本身的身体感是怕冷为主的 就是怕风怕冷 所以有的时候 桂枝加父子汤的那个 身体感的阻振 会如同麻黄汤 就是觉得自己冷得不得了 而且 觉得自己冷得不得了 而 我叫做 咦 我叫做 而他的脉 有可能是浮紧 也有可能是浮怀 就是他的 大概大概这样子 而且你平常都是 平常出汗多的人 并不见到 我说也会有一点 麻黄汤的身体症痛感 也会类似 类似 就是觉得冷 并且那个症痛感也可能会有 那这个 桂枝加父子汤症 当然现在已经不太有机会用到了 但是他其实 他的那个标准症型的那个样子 往往是感染到小儿麻痹病毒的时候会这个样子 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病毒感染到 他的那个病况就是这样子 就会全身发冷 但是全身在那边狂流汗 就是又发冷又脱汗的那个状态 那如果在那个时候结住的话 那这个人就不会肌肉继续僵硬微缩下去了 那这是他的治疗比较重的病的状况 因为我们人在面对感冒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说病毒是一种 不断不断的有新版本出来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张农景提供的这些主症 就是一个新版本的病毒来了 你感染到的时候有这个这个那个的主症 那就知道张农景的哪个方 所以呢 像如果是在西方医学的世界 就是每次有新的流感 大家都会比较紧张要研发新的疫苗 对不对 然后有的时候呢 那个新的疫苗做好的时候 感冒又变成下一种了 对不对 那像今年好像上上个月的时候啊 像三金总院的医生跟护士啊 好开心哦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一次的感冒 我们的那个疫苗 还追得上 就是它变了 变得又变回原来这种了 所以 就是 就是那个流行 每十年又绕回来 所以说这次的疫苗是赶得上的 就是 他们很开心 就这次疫苗 那感冒绕了一圈 跟我们的疫苗对上了 所以这次的疫苗不会没有退流行 就迷你去又恢复流行 那种感觉 就是 那 但是呢 在中医的世界呢 就会抱着一个比较 就在川海派的世界 就会抱着一个比较平常心啊 就会觉得 尽管病毒会变种 对不对 只有几个原子的东西 当然稳定度不够 会一直变种 但是 安心 人 没有那么容易变种 就是人呢 放了几千年 还是这十二条正经络 没有变成十八条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只管修人 就这个病毒打到这个人 他是怕风还是怕冷 就是病毒变得出了那么多花样 可是人变不出那么多花样 所以可以很安心 那大部分的情况 像那个什么 非典型肺炎那一类的流感 那或者是麻黄糖症 或者是麻性甘食糖症 或者是大青龙糖症 就是 这样子的 那麻黄糖的主症 我们也讲过了 就是 麦腐紧 汗流不出来 这个状态 那这个 然后全身的关节都很容易 酸痛 那我的这个 讲义上面 有刮鼓一个 可为极性肾炎 就是 所谓的足太阳膀胱经 本身就是 连属着 我们 避尿系统的肾脏 也就是在 张仲锦的这个 六七分类里面 这个膀胱 并不是 那个局部器官的膀胱 而是 避尿系统的肾脏 都算膀胱 然后那个 内分泌系统 就是什么 肾上腺 分泌人体 类固醇 那些 内分泌系统的肾脏 就算是 肾 这样子 当然不完全 像真五湯 真哨音病 一样又肾脏功能没有掉了 但是 病尿系统的 像什么五菱散症 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到 这个 有形的肾脏 因此呢 比如说这个人 如果什么西医检 诊断是什么 急性肾脏 肾余炎之类的 有的时候 这个病人 他的主症 就是怕冷的不得了 然后一滴汗都流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肾脏病 是挂在这个麻黄汤症的话 你就赶快 就直接用麻黄汤 给他开 他开了的话 他那个肾脏问题 就结束了 这样子 那 这个麻黄汤 它的药物啊 小福可以同学 抱一下麻黄汤 在第几几条先出来啊 然后点准备 好 下 infekt 我先把牢里ggak批准备 出現了 大幅 我们看到了 在整个问题 火灼的 已经出现了 几十丁 呢 今天 切點粉 哦,好 那這個 這個麻黃湯症的人 有的時候這個人會有一種 有一種那個 有一種感覺就是他的 呼吸會比較發喘 因為其實人的皮膚也是在呼吸的 那皮膚的汗孔都關起來 其實皮膚那邊得到的那個 氧氣就不夠了 因此光是靠一個肺 人的那個需要的氧氣 是不足以吃靠一個肺的 就是你把人的皮膚都用油氣吐起來 人就會悶死 光是靠肺呼吸是活不了的 所以通常這個人 在這種情況下也會比較喘一點 那麻黃湯呢 這個主軸藥物麻黃 就是麻黃的第一道 就是從最裡面開到最外面 可以把汗孔撐開 把汗丟出來 而麻黃 它的這個藥性 中國人會說 麻黃這個樹的葉子 麻黃是用葉子不是用根 麻黃葉是細細的管狀 麻黃葉是發汗的 但是麻黃根是止汗的 就是它的這個植物 相反的力道跟成分 剛好這樣子就是分在兩端這樣 那中國人會覺得麻黃的長相就好像一根中空的骨頭 所以你用的麻黃就好像把你的骨髓裡的能量都拔出來用 所以基本上用麻黃它是一個透支體力的藥 那這個但是用張仲錦的麻黃湯呢 卻不會有讓人就是如果完全對症的情況下不會太傷到 但是麻黃湯我覺得麻黃技師最能夠體現中醫的那個有病則病受之 就是無病則殺人的這個這個地方 因為據我一個藥學系的學生跟我講 說照張仲錦那個劑量的那個麻黃湯的那個麻黃 如果因為麻黃素加上鹽酸再怎麼弄怎麼樣 就可以變成那個安非他命 那他說以麻黃湯的那個量的安非他命 如果要做那種什麼夜店用的搖頭丸之類的東西 可以做一碗一份麻黃湯可以做出60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夜店搖頭丸吞了60顆的話 是必死無疑喔 對不對 所以就是張仲錦的這個方技結構 可能有甘草一點點把那個麻黃的要性變緩變綿長 然後又有那個杏仁啊 稍微把這個人的氣震住 不要讓你先翻掉 然後又有加一些桂枝 就是在銀分裡面打底 那這個基本的那個血中的氧氣 有一個補充的來源 就是在這些這些框架裡面 顧護著這個麻黃湯不要太可怕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用其中的單一化學成分來看的話 它是非常可怕的 那如果沒有剛好對症的話 那這一類的藥是很容易打傷你的 那含有麻黃的藥物 像大青龍湯的話 第二鐵就吃死人是很普通的事情 那就是你吃一鐵覺得好了 第二鐵再吃保養之類的 就是這樣子吃死人是很普通的事情 然後另外呢 像是因為日本的中醫師 有的時候他們並不太考慮這個藥理或者醫理 他們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吃了什麼中藥會有效 他們就覺得這個藥是OK的就是有效的 所以比如說 如果你吹了冷風 容易流清鼻涕 然後日本人他們給這個病人吃柴虎桂枝糖 然後吃了柴虎桂枝糖 輕鼻涕停了 他們就覺得柴虎桂枝糖很有效 所以柴虎桂枝糖的主治就是鼻子過敏 然後或者是這個人流清鼻涕 或者容易發氣喘 那一時之間呢 讓這個鼻涕停下來 氣喘停下來 比如說 小青龍糖也蠻有效的 就是等於它本身就有那種清掃過敏源的那種效果 那於是呢 日本醫生就會定案說 嗯 就是氣喘 鼻子過敏 用小青龍糖很好 這樣子 但是呢 這樣子的一個 形成了這樣的一個習慣以後 比如說 有一些 前一個世代的台灣中醫 他們的醫術跟著這個系統的 那他就會 比如說 一個小孩子 其實他有氣喘或過敏的問題 然後醫生就會開小青龍糖的科學中藥 然後這個小孩子就每天吃 每天吃 然後他從小學三年級吃到四年級 然後就整個眼眶都是熊貓眼的狀態 就是說 長年的吃這個麻黃 到底還是會被傷到的 那所以 張仲錦的這種發汗藥 用的麻黃的 基本上都是 用一下就好了 就是不要再多了 就是汗只要一逼出體表就可以停了 就是那個微微的汗孔一開就夠了 就是見好就收的狀態 那 那像這個麻黃類的東西 其實要討論它的藥性 你可以跟所謂的毒品這個東西的狀況很像 就比如說 現在的那個一般用的毒品 就是大概二級毒品之類的 還是1.5級毒品 它會分成兩路 一路是讓人亢奮的 一路是讓人忙掉的 就是一邊是嗨的 一邊是忙的 那麻黃素就是屬於嗨的這一邊 就是會讓人很提神很提神 然後可以一直熬夜 像安非他命一開始在 就是還在吸藥裡面是合法的藥物 就是一般醫生的處方藥物的時候 他就是覺得這個人沒有精神 當作提神藥在用啊 就是代替喝咖啡或者喝茶這樣子在用 那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很 就是可以熬夜熬得很兇 然後還覺得很有精神 那可是呢 可是他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了麻黃或者是用了安非他命 這個在吸毒期間的這個病人呢 往往如果醫生有的時候啊 幫他做一個一般常規性的血液檢查的話 那一般的血液檢查會說 你這個人血球裡面的白血球 血液裡面的白血球的量 比較其中的什麼淋巴球之類的比例比較高的話 代表你的抵抗意識比較好的 所以就是斷斷續續在服用這種毒品的人啊 有的時候抽血檢查的結果 醫生會說你的這個身體很健康嘛 這個血球裡面的那個淋巴球的比數相當的高 就你的免疫力很好 可是問題是 人的淋巴球啊 其實正常情況下是 呃 二十分之十九 都在淋巴管裡面休息 所以就待在淋巴管 那你血液裡面的淋巴球比數變高了 其實有可能是 本來應該在淋巴管裡面休息 溫氧的淋巴球都被調出來加班了 所以這樣的健康就好像是 那個好像是透支了你的元氣 那當然你要增加淋巴管裡面的淋巴球的數量的話 這個直接補那個地方製造淋巴球的能力的要是黃旗 可是用黃旗補槍免疫力 副作用又是傷菌火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你這個 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整體 你要怎麼挖洞牆 怎麼補吸牆 怎麼借怎麼掉 才划算的問題 那 那所以呢 就是 如果說這個麻黃會有這個效果的話 那你也可以說是 這個人他就是 不斷的會從淋巴裡頭 就是三交的系統 透支元氣之類的東西出去 那 難經裡面說三交出於命門 就是說 當你的三交的象火一直被抽拔的時候 他就會去命門那邊借真火 借軍火 那你軍火被借到非常透支的話 你的整個骨髓以及泌尿系統都會壞掉 那你骨髓壞掉以後 你接下來你紅血球的製造技能就開始出問題了 就是 這樣一個連鎖反應 所以就是說 麻黃用了之後會怎麼樣會怎麼樣 然後 當然 這一類的藥物 最近的什麼 台灣人的那個什麼宣導不要用毒品的廣告 就會說你如果常常用這種藥物 你會變成包大人 就是包著尿布的大人 就是這樣吧 就是你的那個整個膀胱 膀胱泌尿系統會硬化掉 變成你的大小便會變成 就是濕境的狀態 就是大概的乾石湯的故事 而 麻黃呢 的力道 那個往外發下的力道 它並沒有非常強烈的寒熱的指向 也就是在麻黃湯 我們說它是發寒氣 對不對 但是在其他的情況下 麻性乾石湯 它要發熱氣也是可以的 總之它就是提具一股能量 用力往外發一下 就好像一個人 就是身體裡面打一個噴嚏的那種感覺 那 那這樣的藥物 它我覺得麻黃的使用 在中醫的歷史上出現了 兩個很奇葩的使用法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叫做揚和唐法 就是麻黃在神農本草經裡面 本來就說有這個破症間積聚的效果 就是說這個人身要有腫瘤 腫塊類的麻黃可以把它打破 但是如果我們用麻黃的經驗 是來自於張洞景的麻黃發表邪 麻黃發肺裡面的邪技的話 我們不能夠從張洞景的這些使用經驗裡面 找到麻黃治療那種 良性惡性腫塊的方法 可是呢 後來在這個王洪旭 應該也是清朝的吧 外科全身級裡面出現了一個方 叫做羊和湯 那羊和湯的基本結構呢 是用二十倍的熟地黃 去包那一份的麻黃 那當然這個羊和湯其他外掛的是 用一點鹿角膠 來補充這個人的腎臟那邊的 某種需要的營養成分 然後用一些肉桂 甚至通常有外掛腹子 然後有一些痰的東西 還加點白戒子 當然是這個結構 但是重點是 比麻黃多二十倍的熟地黃 而近代臨床也發現說 其實也不用多到二十倍 多到五倍也可以 甚至有一陣子已經提出來說 多到兩倍就可以了 主要的就是說 要讓地黃把那個麻黃的藥性悶住 讓它發不出來 就是悶到這個人吃這個羊和湯 不會發汗 你懂我意思 那麻黃的發汗力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 麻黃是垂直的皮錶衝出來的藥 你如果遇到平行皮錶的 就是所謂的陽明系統的藥 陽明造精之氣的藥 基本上都會擋到麻黃的藥性 那最代表的是 治療熱性咳嗽 乾熱咳嗽的那個麻性肝食湯 它的石膏的量 張重錦的設定 是麻黃的兩倍 那通常你吃麻性肝食湯就剛好不會發汗 也就是生石膏是麻黃的兩倍的時候 剛好不會發 剛好麻黃的發汗的力道被打平 那另外有一個治療風濕的麻黃加白煮湯 或者加蒼煮也可以 就是加煮 那麻黃湯裡面 如果加了這個白煮或者蒼煮的話 其實治風濕是這樣 你不打安全牌 就叫張重錦的打法 麻黃這麼多 煮也這麼多 但是你要打安全牌的話 你可以煮放到麻黃的兩倍 這樣這個風濕藥它就不會發汗 那兩倍的煮也剛好可以讓麻黃不會發汗 但是不會發汗 你又覺得風濕不會 好像沒有路可以好對不對 那沒關係你加到三倍 煮加到麻黃的三倍的時候 那個風濕的邪氣就不從汗出來 從尿出來 就是就尿解了 所以三倍煮的麻黃加煮湯 你不發汗而尿解 也是治風濕的方法 那生石膏的話 大概是可以 兩份的生石膏 可以讓一份的麻黃發不出汗 但是有一個很詭異的例外 就是 大青龍湯裡面的生石膏 說不定有麻黃的兩倍 可是大青龍湯還是會發得出汗 對不對 張重錦的方法 因為那是我的開法 張重錦的開法 大青龍湯是麻黃六兩 就是那麼多 但是因為有一份生石膏 所以那個麻黃只有這個三兩的力道 就是它的發汗力其實還是只有麻黃湯的那個三兩麻黃的力道 另外像是葛根湯 是桂枝湯裡面加麻黃又加葛根 可是因為有葛根 葛根也會打麻黃 所以葛根湯的麻黃 它被葛根的量 就是那個葛根湯是四兩葛根吧 那個四兩葛根可以擋掉一半的麻黃的發汗力 就是四兩葛根可以讓三兩麻黃只發出一兩半麻黃的發汗力 所以就是當你在學習五方用冠的時候 你其實會看到每一個藥跟每一個藥遇到的時候 都還會產生某種變奏 就他們之間會因為有他們的交互作用 而產生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麻黃的發汗力會因為它伴隨著其他的藥物而不一樣 那至於說陽和湯法呢 就是把這個用地黃比較多於麻黃 就是至少我覺得至少多到三倍會比較安全 這樣的一個主結構開下去 然後呢 那這個治療程度呢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好 就是你心裡頭很不安 就是你肉裡面好 你就摸到一坨硬塊 然後那這種情況 你就每天一碗陽和湯 就這樣很安心的 這樣子至少喝十天 那相當有機會 就是這十天裡面那個硬塊 就硬塊從這麼大 十天可以變成只有一顆綠豆那麼大 那這個 但是這個東西呢 不等同子貢肌瘤的治療 因為子貢肌瘤 有的時候是因為淤血 那如果是因為淤血的 那還是用張仲敬的那什麼抵當湯 就是用科學中藥 或者是因為抵當湯比較兇 所以你微量的使用 不要吃到大肚子這樣子 就是那個肌肉裡面一層一層的流 有的時候是打淤血的藥 比較有效 但是呢 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都摸得到裡面出現一個硬塊 那陽和湯是特別的有效的 就是那個裡面的陰食 就是那種種塊類的東西 那當然日常生活 我們也不期待今天是裡面出現硬塊 那陽和湯還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那個地黃包麻黃的比例 剛好可以 剛好可以把人的那個 比較深層的骨結縫的寒氣逼出來 所以有一種病叫做鶴西風 就是膝蓋像鮮鶴一樣 就是膝蓋那個地方特別腫痛 然後其他那個大腿小腿都瘦瘦的 也就是簡單來講就是 有的人他的那個痛 就是痛在那個膝蓋的前側的裡面 那那個人的膝蓋骨是一個很厲害的盔甲 那個風邪汗邪就悶在裡面出不來 然後別的藥就打不到了 因此這種時候呢 就是喝陽和湯 他可以把膝蓋骨裡面的寒氣逼出來 所以這個膝蓋不好的人 就是膝蓋有那種風濕型的那種痛法的人 可以用陽和湯來發散中老年的膝蓋的不好 但是呢這個東西 應該是影音也有推廣過吧 就是有一個趙俊興中醫師的那個 實醫師密藥裡面有一個藥丸 是用甜瓜子跟鹿籠做的 那那個甜瓜子跟鹿籠做的那個藥丸 也治這種膝蓋痛特別有效 但是呢甜瓜子跟鹿籠那個藥丸 它的有效不直接是像羊和湯這樣子 把裡面的寒血風血逼出來 它的有效是治療一般說的什麼 骨質疏鬆那種 就是我覺得喔 像我們台灣人骨質疏鬆 會吃一種叫做微苦力的東西 你們大陸人有嗎 大陸人叫什麼 大陸人叫什麼 就是鯊魚軟骨做的東西 大陸人不保養這個對不對 不保養 蛤 什麼 葡萄糖的成分 噢噢噢噢噢噢 那個鯊魚軟骨的成分 是不是就是那種葡萄糖胺之類的 那但是呢 我用到那個趙俊興的那個 那個連瓜肉絨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那種中藥性價比 特別高的好東西 怎麼講呢 就是這個甜瓜肉絨完 就那樣一點點的藥劑 這個吃起來不多 因為我 我如果想讓它趨風快一點 我還另外加了一點超級毒的藥 就是馬鉗子 所以 更加不能吃多 但是呢 你知道就是同一個人喔 他可能吃微苦力 吃了這個 吃什麼葡萄糖 和微苦力這種東西 吃了兩百天的也只好到這樣子 對不對 那可是甜瓜肉絨只要一天 就可以到達那個好的程度 就是 性價比就是百年名 就是西藥的兩百倍 所以 就是 就還蠻好的喔 這種 隨手可得的中醫保養藥 就是 耿兄有吃過嗎 吃過 是幾天有效 一般吃了以後 半天有效 半天有效 但是說 如果 但是他要 如果你還會犯的話 會再吃 就這樣 再犯就再吃喔 有些人就吃好了 就不犯了 那 如果你要說 我 我的整個人的骨質疏鬆 要怎麼保養 就是 如果你 整個人的骨質疏鬆 如果你是 漸漸要開始鬆 想要它停 想要它停下來的話 那 一般般的 不剩藥都會有效 就 比如說 剩氣完也會有效 但是 如果你已經有一些鬆掉了 你可以吃甜瓜 肉人丸 調理一部分 但是 那整個框架喔 有一招是可以 就是 簡單來講 就是 以穴道來講的話 中國人是很想說的 巴蕙穴 不是 這裡有一個穴道叫 大阻穴 有聽過嗎 那這個 鼓蕙大阻這句話 說不定也有人聽過 對不對 那如果你就是 去愛揪管 讓它專心幫你 每周一次 爽爽的揪大阻 這樣也能夠保養到 那如果你 不太喜歡 揪大阻的話 那你就 勤奮一點喔 就是 剛好可以讓這個 因為大阻穴 也是 塗太陽膀胱 上面的穴道嘛 這個 木字旁一個給予的穴喔 那個字 那 那這個 那這個 如果你要 在你的能量的身體上 勾勒出那個 做了大阻穴喔 可以 達到的那個 讓你的身體那個 所謂骨頭的靈魂 的那個能量框架 鞏固起來 那物質的骨頭 就會鞏固起來嗎 那日本人發現的方子是 桂枝湯加福林白竹腹子 就是 桂枝湯的框架裡面 加進白竹 加進福林 加進泡腹子 這樣的結構 就可以做出這個能 就是這個藥物結構 可以做出這個身體的能量結構 而讓骨質得到保養 甚至能夠 呃 骨質會長回來一點點 那當然 反過來說 就是 骨質不好的人 其實是膠質不夠 對不對 所以 豬肤湯當然要喝啦 是不是 你骨質不好的 其實你不要說這個 能量框架 其實在講能量框架以前 在補養以前 你要先看這個人 有沒有陰虛 太陰虛的人 根本耐不住補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他有沒有豬肤湯症 有沒有那種 常常 胸口好像熱烘烘的 然後熱到喉嚨 有一點痛痛的感覺 就是 如果那個整體 有豬肤湯症的話 就用這個方法來保養 就是 有那麼多的路 那當然 差提講到 帝皇、包、麻皇這個事情 對不對 這個羊和湯 那 其實 像中藥與中藥之間的交互作用 還有一個 很 很美好的結構 就是 比如說 你說 如果我 直接用帝皇的話 帝皇直接用它是 補 入聖 如果用歸金這樣就是入聖 做補男人的話 帝皇是 生帝皇是 補血 將糧血 收帝皇是補骨髓 填補骨髓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骨髓有受損傷的話 其實一個方式裡面 只要有重劑量的生帝皇 收帝皇同用 甚至 有的時候 擔用生帝皇都可以 就可以修補骨髓 比如說這個 流河間的帝皇影子 這個方式 那帝皇放得夠重的話 都還蠻能夠修補骨髓 但是帝皇影子 修補的骨髓 是那個 神經的那一條骨髓 你知道就是 人的骨髓有一種骨髓 是那個 紅紅的 灶紅雪球的那種骨髓 那帝皇影子 制的是那種 就是中風癱瘓的那一條骨髓 就是那個 骨髓中間戳出來一條 白白的東西 那個骨髓 就是 那個叫什麼 神經 那條主幹神經 就是比如說 這個人他曾經得過梅毒 然後那個梅毒的 那個細菌 在身體裡面一直潛伏 然後把他的 那個骨髓 住空掉了 然後那個人就變成 痴呆或者瘋狂的那個骨髓 就是 流河間帝皇影子 那個帝皇是補那個骨髓 那但是 同樣的就是一個面相 另外一個面相 是補造學的骨髓 就是這個骨髓 就是這個骨髓 就是不是神經 而是造學的骨髓 那造學的骨髓 用帝皇的話 像張仲錦德 大黃色蟲碗裡面 我覺得那個方法就很漂亮 就是我們一多三那個方法 就是用乾漆跟帝皇同用 就是漆數的那個 數值乾掉 把它炒掉 毒性比較沒有 就是乾漆喔 就是特別能夠在那個 造學的骨髓裡面喔 去把那個已經壞掉的部分 抠掉 他一摳掉 就能夠製造一個空間 讓帝皇補進去 所以乾漆引帝皇的話 就可以補到那個造學機能 比如說這個人 小時候打過抗生素 然後他的造學機能 就變得很差 從此稍微熬夜 就會頭痛之類的 就是那一種的造學機能 當然就是有很多露術啦 但是像帝皇的 我剛剛講的是 好比說啊 如果是一個身體的那個 對氣的流動很有感覺的人 如果你吃一個張仲錦的 真五湯或者是父子湯 那個藥物的主軸 真五湯、父子湯、藥物主軸 基本上真五湯跟父子湯的那個 那個運轉的水氣 都會讓那個人 有一種感覺是 水氣是沿著這條毒賣上來的 可是呢 如果你的真五湯 跟父子湯裡面 加一些黃旗的話 他那個補到的那個暖暖的感覺 是從這邊插到三角淋巴上來 也就是黃旗他那個 轉到像火的那個力道 會讓父子或者肉桂 補命門火的力道 看要不要掛到三角去 那這個時候就反過來說一個方子 陳士多父親主有一個方子 叫做潤河湯 就是滋潤你的這個河車之路的方 那潤河湯 治療今天說的僵直性脊椎炎 那它的主軸藥物 就是帝皇加黃旗 就是當你帝皇加了黃旗以後 它的那個帝皇的藥性 就不正對著一條脊椎走 而是走脊椎 緊靠脊椎的那兩側 中醫稱之為滑陀夾脊的地方 那就是江旗是脊椎炎硬掉的地方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中藥跟中藥 互相搭配的時候 產生的排列組合 那這個帝皇加黃旗 變成岔開來緊貼著脊椎兩側走家旗 這個東西 欸 張仲景時代 其實反而沒有這個搭配 也就是說這個中藥的可能性 是一直到清朝還在開發出新的可能性的 那所以剛剛是馬黃的其他的使用法的一個差題 那還有一個差題就是 馬黃在中醫的某一本方書裡面 用過一個超常規的劑量 那本方書我同學自己網路上看 這叫做眼科奇書 那個書裡面呢 有一個藥叫做四位大發散散 那個馬黃也是超級不正常的大伎量 而且不像張仲景的結構 就你會覺得那個藥就是要發死人的 但是那個藥就是一發能夠讓你的那個 比如說有人說那個什麼 視網膜什麼黃河般病變 什麼人瞎掉那種東西 或者是什麼內障外障的東西 那個藥據說是集體之內可以把它打破 就是應該是馬黃細心的結構 就是硬去炸你的酒竅的開口之類的 那而且據說吃過的人 也沒有好像吞服了60顆安非他命的那種 叫做還死的狀態 但是那個為什麼沒有還死我也想不通 但是臨床上還算是有效 就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這些就是衍生閱讀 就是同學可以這樣子去考慮 比如說像麻黃這麼傷 這麼迫切人的元氣的藥 但是他卻有這麼多奇妙的用法 這樣子 而因為啊 麻黃湯有 麻黃湯他有 要講麻黃湯就要講他的禁忌 他的禁忌是這個樣子 張仲景的這個書 在麻黃湯請跟著麻黃湯後面 有講很多很多很多不能發汗的情況 不能用麻黃湯發汗的情況 那如果編成口訣的話就是 煙靈窗濾血汗寒 心濟齒齒為 就是這個 你聽不懂對不對 這個嘴巴爛 這個咽喉痛 靈就是小便啊 尿道發炎就是靈病 窗是身上正在長窗 已經燒掉很多血了 濾就是流鼻血 就是常常喜歡 常常流鼻血的人血已經不夠了 煙靈窗濾 血 血家就是動不動什麼月經雪崩的人 失血的 或者被人家砍了一刀現在還在輸血的 汗就是一天到晚容易亂出汗的 然後汗 體質本來就很汗的 那當然這個口訣 我們就從前中醫老師變成 煙靈窗女血汗 就是有一陣煙霧到你的窗邊 然後你看到那個女人冒出來 然後你的血汗都汗掉了 然後呢 心濟齒之微 嚇著心碰碰碰碰跳 然後兩腳都無力了 兩尺都沒有力道了 那就是心濟齒之微 如果這個人有心濟 就是感冒的時候已經在心濟了 那你用麻麻他根本是撐不住的 就心陽不夠的人根本不會用麻麻 然後齒之微就是你的齒脈呢 可能是跳得特別的軟趴趴 或者是幾乎都把不到的微弱的脈 就跳得特別慢或者特別弱的 就是下膠的底子不夠 或者心陽不夠 或者你的血分已經受過損傷的 這樣的狀況都不能用麻麻麻 是 這個叫做麻麻酒禁 就是九個不准用麻麻麻的狀態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當年宋朝的許淑偉大學史 就曾經遇到一個賣符井的麻麻麻湯症的患者 但是呢 他卻拔到那個人齒脈 就是那個齒脈根本就沒有底 就是以那個人的底子來講 耐受不住麻麻麻湯 所以他就一直給那個患者吃小健中湯 因為感冒如果心濟就先喝小健中就對了 那那個就算你不用桂枝湯 小健中湯吃到後來 你會慢慢把血氣推出來了 就像從前有一個 呃 我 我的乾爹 就是我的乾哥哥跟乾爹他們家的依愛 就是我那個乾哥哥 半夜發那個我們台灣叫蛇蟬聲的那個東西 你們叫什麼 半醬炮枕 然後呢 就這樣子從後腰這樣子長過來 然後呢 在家裡面一時也沒什麼別的藥了 於是就趕快喝很多 就趕快科學化小健中湯就這樣吃 然後吃了以後呢 就把那個帶狀又推回去了 又推掉了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你有元氣的話 邪氣就不容易進攻 這樣子 那後來丁助教的弟弟呢 也用小健中湯逼退過一次這個蛇 但是有些人就是逼不退啦 那那個蛇蟬聲的用藥層次是這樣子 就是通常 通常會 就是有效率比較高的方子 叫做瓜樓紅花湯 就是瓜樓這個東西 剛好走在那個少陽末網上面 然後有滋潤涼的效果 再加一點紅花的那個 瓜樓紅花湯是蛇蟬聲 比較有效果的 不過我們台灣人 很多寺廟的那個廟柱 都有神通力 可以直接用念咒的幫你治好 所以 就 就 什麼東西 怎麼樣 就是我們不會 我們台灣人不吃這個藥也無所謂 那當然那個念咒的那個法門說不定 從針灸上學來講的話 就是你在那個蛇的兩頭一直 一直咒一直咒一直咒 可以把它逼退 這樣子 那如果 那外敷藥的話 就是什麼 熊黃加蜈蚣加天門東 其實單獨來講是 熊黃也會有效 蜈蚣也會有效 天門東也會有效 賴蛤蟆的皮也會有效 但是呢 每一種都是有時候有效 久都沒有效 所以為了保險起見就全部放 這是打大包圍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 瓜龍紅花湯都還沒有效的話 就可能要用到 龍膽蟹乾湯的加減味 當然這都是 幾十種可能的治法 我隨便舉幾個比較常用的 就是有效率比較高的 所以萬一你還是這樣子 還是沒有效 你有沒有太 也不用太失望 就是 因為那種不厲害的 小鮮肉湯一吃就好了 所以 那 那這個 麻黃紀 這是剛剛講到 這個許淑為大學士的那個 依案故事 就是他 就一直 就等不到那個尺脈 他就一直給那個 那個病人吃小鮮肉湯 而不給他吃麻黃湯 那 病人的家屬就覺得說 你怎麼還不給我們家這個人發汗 還不給我們家這個人發汗 然後就是一直都已經 又越來越生氣 因為他給那個人搞了十天 然後 就是 病人家屬都已經就是 口 他就說什麼 出言已經好像是 講出來的話是 那個三角形 圈圈叉叉點點之類的狀態了 那 然後他一直 用小鮮肉湯 切而不捨地 補到那個人 尺脈他覺得有底了 他用麻黃湯一發 把那個人發好 所以 這個故事就是說 現在 我要說的是 現在有很多人其實 呃 以 就是 體質來講 其實用麻黃湯會有一點 不夠力的 甚至是 有些人體質他本來就是 少英底的 也就是 他雖然是一個 脈腐井流不出汗的 麻黃湯症 但是呢 他其實 他的手腳已經是冰冷的 刺泥湯症了 那 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麻黃湯 我們現在 如果是台灣人這種 比較陽虛的體質吃 我們都乾脆都不敢做兼計了 就是科學中藥 吃一課 然後 喝一點熱水熱粥 本來麻黃湯本身就會發汗 張總錦並沒有要你喝熱水熱粥的 但是 我們就 寧可就是 吃少一點的藥 但是我多幫他一點 然後 吃到 你身體覺得有一股熱上來 然後 微微的汗紅油 一開出一點汗 就在那裡就停住 就是不必再像張總錦那樣 煮那麼重 這樣一碗喝下去 通常那個 就是發了之後 就是大虛脫 所以就 用科學中藥這樣 一課一課 每半個鐘頭 吃一課 這種 剛剛好見好就收的進度 來吃 這樣比較安全 那 那如果你 剛好這個同時又是手腳病人的話 你乾脆就是搭配四泥湯算了 就是乾草乾漿父子的四泥湯 就是 用四泥湯的 湯藥來送服麻黃湯的科學中藥 那當然 父子會打麻黃 因為 父子跟麻黃是在另外一個項目的解康 就是 麻黃 是那種 極度讓你的人變緊張的藥 父子是極度讓你變放鬆的藥 尤其是對血管 也就是 麻黃吃了以後 血壓 如果你單一個麻黃吃下去 那個血壓從 110變成180 父子吃下去的話 如果是生父子煮四泥湯的話 吃下去是110掉到40 是直接掉到40 所以他父子跟麻黃會有這個效度的解康 所以你用了有父子的藥來培補元氣的話 麻黃就會更發不出汗 但是父子基本上就是 三兩的父子只能擋得掉一兩半的麻黃的藥 所以應該還是會有很多的出頭的麻黃的藥性 得以讓你發汗和汗解 但是就是以現代的體質來講 顧顧這個基礎還是要注意到的 所以這個麻黃湯的禁忌 就是這個地方要讓同學知道一下 而張仲景關於麻黃湯的故事描述上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張仲景的觀察是麻黃湯症的患者 往往會有一個徵兆 就是有流鼻血的傾向 那所以張仲景的條文裡面就講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人有這個寒氣鑽入血管的時候 人的血管會想辦法從哪裡破掉出一點血 所以不一定是鼻血 有時候是便血 就是肛門破 就是你的血管裡面有寒氣 你的整個血液循環系統 就會想辦法找一個出口 把那個寒氣擠出去 這樣子所以通常是鼻血 因此大陸的郝萬山老師曾經講說 他爸爸這位老中醫 在貧窮的鄉下行醫的時候 遇到這種麻黃湯症的患者 對不對 就是拿一個削尖的竹筷子 然後捅進那個患者的鼻子 然後將患者站在醫院門口的水溝滴鼻血 因為你給寒氣一個出口 那個寒氣就可以出去了 那他就省了一個煮麻黃湯的成本 這樣子 那張仲景在感冒鼻血的狀態 就是認為說一個麻黃湯症的患者 通常會因為流鼻血 那個寒氣就散掉 他就好了 但是 如果這個人的身體還沒有足夠的力道 他就算流了鼻血 他的 他的那個 麻黃湯症的那個賣福井 怕冷 那個還在 那他說那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一感冒就流鼻血的人 往往那個問題就是在血分有寒 所以就是用麻黃湯來幫他 再發一點汗 然後把他發乾淨 這樣的一個故事 而 這樣的故事呢 他的中醫理論所支援到的地方 是所謂的今天說的 腦逸血的中風 就是說 人的腦逸血 往往就是有一個部分 是因為你在什麼地方受了寒氣了 寒氣鑽到血管裡面 血管就想找出口 去打破一個洞 然後他當然血管的理想是噴鼻血的 但是沒有想到他往這邊想要推的時候 你的皮腔黏膜相當的厚實 而你的腦內血管相當的脆弱 所以他就抱在腦子裡了 那當然 抱在腦子裡的話 你看有些人 腦逸血的大出血 什麼蜘蛛磨下出血這種的 兩個小時之內 那個瘀血就已經搞到那個人呼吸停止死俏俏了 對不對 那這種 一小小時之內就安樂死了 你也沒了醫了 是不是 所以這種就算了 但是呢 那個 梨殼老中醫的書裡面有一個醫案 就是他那個女人是 所謂的蜘蛛磨下出血 但是卻沒有死 只是 失明了 之類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種出血就會 以一個中醫的辯證感 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 就是有寒氣 所以就直接用麻王糖幫他發寒氣 為什麼要發呢 是因為 這個腦逸血的東西 有一個像度的問題是說 看著還有沒有持續的出血 因為持續的出血 那個浴血塊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個病人就會惡化 可是如果你 即時把那個寒氣發出去的話 它那個出血就會停下來 那一旦出血停下來了 那已經出的血 往往那個腦部組織 就有辦法自己把它吸收掉 它就是往好轉的方向發展 那 甚至是如果它那個 淤血塊有一點硬掉的話 你那個時候再用微量的什麼 迪當湯啊 就是當作抗凝血劑來使用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這是 如果真的是腦淤血的話 因為我要說如果真的是 是因為 現在的中風 有很多人 腦子是不管怎麼掃描 都找不到淤血的 所以它的淤血是 不是腦子裡面大大的暴血管 就是而是在別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 更失為末進的地方 有血栓 甚至中醫會認為說 有些中風是 痰癮中風 也就是什麼東西 影響到你的神經 所以那個還就是 所謂的腦根組那種 搞不好是痰癮的範圍 而不是寒氣暴血管的範圍 那 可是麻煩的是 我們現在 在遇到一個中風的患者的時候 並不容易 第一時間就判讀得出來 它到底是哪一種 那 我覺得 有些時候 你會非常幸運地發現說 這個中風的患者 他就是脈腹筋無寒的 就是非常幸運的狀況 那 就是人受了寒 他剛好體質就會產生 那個脈腹筋無寒的樣子 這個是最美好的狀況 因為你知道這種人 鐵定就是寒氣一散就沒事了 因此呢 你可以大啦啦的就是 這樣的患者 你就是手指尖 腳指尖 十旋放血 就是那個地方急低血 就是幫寒氣製造出口 就是當然啦 如果他已經是腦內 爆到什麼蜘蛛膜 全部都滅了 那 反正就是兩個小時內會死 那就不管他了 那那個 但是 只是爆一點的 就是那個血是 這個病還是血出的更多 它就更糟 血如果停止它就會好轉 這種可進可退的 如果是抱在腦裡面 可進可退的情況 那這個十旋放血就會非常有用 所以 如果這個中風患者 就是那種悍物 脈腹筋無悍 就是那個 因為 但是有一種中風患者 是整個人垮掉的 就是好像 嘴角垮掉 讓大小便失禁 那這種整個人垮掉的 就會讓人懷疑 那個到底是不是寒氣 就是 就是 有沒有可能 它其實是 那個 血壁篇的那個 黃情無悟唐症 就是它的 長期因為有累到 它的那個能量的身體 那個三膠末亡 真的爆掉了 就是三膠垮掉的人 也有可能變成 另外 也是那個樣子 所以就是 你看得到那個人 就是好像悶住的 那你就很清楚 可以知道用麻王記 那古代的方記 我們講義上面有給同學 講義的 這個補充講義的 最後面一些些 痾 最後第十三頁跟十二頁 都是這些東西 就是 有一個叫 旭命湯的系統 有好幾個版本的旭命湯 但是重點就是 它是麻王記 就是 那我覺得比較安全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是 十三頁的那個 迪可老中藝用的那個 孫思苗旭命煮傘的那個方 那個方用起來很輕鬆安全 因為講義寫的還算很清楚 所以我就不細講了 就是 李肯老中藝有一次 他累到他中風 然後他太太也中風 然後呢 兩位老人家 反正在家裡面 就是 誰中風就誰幫誰 要煮這個東西 就一口一口 這樣當茶一樣 一直喝 然後就好回來 然後繼續幫人看著 就是那種 很爽快的老人家 反正中風了就喝藥 然後就移 然後就爬回來了 就是這樣子 那 那當然這個續命系統 最好用的時候 就是你能夠判讀出 它就是有那種 被悶住 避住的樣子 就是你就是知道 血糞油寒的時候 那 難用的系統 就是那人整個垮掉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是 爆在腦 是腦有爆血管 還是另外其他的原因 所以這個是比較 這個地方的辯證點 是相對模糊的 但是呢 大陸的那個 俯興學的幾成人 張大昌中醫的 有一個小圖兒 他就說 其實續命湯 的使用 比較可以 比較可以 不考慮那個 比較可以不考慮 它到底是三交垮掉 還是爆血管 他說因為實際上 續命湯是夠毒的 所以他舉了一個 他自己的例子 說有一天 在他某一天 他後來兩條腿軟掉 不能走路了 那他也那個也 他我也不管 他就說 這個也不用管 就是爆血管 反正我就是喝續命湯 然後就又能走路了 就這樣 就是古清露宴 續命湯 小續命湯都有這個效果 就是你忽然兩條腿軟掉 不能走路 就哪裡忽然癱瘓掉了 這種忽然癱瘓掉了 反正就直接用續命湯就可以了 他說 我們聽說 一般人都以為 續命湯在虛的症狀來講 怕把人發壞了 但是實際上這種 平常體質看起來 並沒有什麼大虛勞的狀態的人 那 當然他自己是中醫師 他知道自己沒有大虛勞 對不對 那 那這個 就用這個 續命湯是可以的 就是續命湯在你分不出來的時候 勝算還是有的 那至於說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 我們下回以後再繼續講一點收尾的部分 但是呢 張仲景的那個 黃旗五物湯 那個就是專門治療一個人的 的氣場垮掉了 所以氣血不能運行了 然後 具象化成的那種 鬆弛性癱瘓的中風 那那種 真正的鬆弛性癱瘓的中風 其實我們今天臨床用那個 張仲景的黃旗五物湯 就會覺得也不夠力 因為如果我們臨床用的是 藥局賣的桂枝間 桂枝間的話 其實這個方的力道不強 那 呃 從前的那個 香港的檀樹區醫師啊 用這個黃旗五物湯來治療這種 中風癱瘓的病人的時候 他是很喜歡 把 桂枝也加到一百二十克 黃旗也加到一百二十克 不值喔 他是加成現在劑量的桂枝八兩 黃旗八兩 就是打那個王清任那個 補陽環五湯的那個 那個劑量來打 補陽環五湯是黃旗四兩 現在劑量的四兩 那現在劑量的八兩是多少 兩百四十克是不是 三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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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三百克 三百克 喔對 現在現在八兩半斤嘛 一斤六百克半斤 就是說他一晚是用到這麼濃的劑量 然後來通那個血 就是 因為黃旗五湯症 那種這裏量也開始拿起來 就是 那種三焦完全垮掉的患者喔 就大小片濕鏡 然後整個人就是那種 你就看到那個人是患散掉的 就是那種極端的 你看到那個極端的 封住悶住那個 跟極端的患散掉的 你辯證都很容易 怕的是那個中間型 但是呢 中醫的臨床 或者是 從好的角度來講 或者壞的角度來講 都是這樣 就是中間型的喔 比如說愛用黃旗五五湯的彈數曲 就用黃旗五五湯都治好 然後愛用小曲名湯的別的醫生 就用小曲名湯都治好 所以那個中間型就變成好像兩邊都還可以 的感覺 不過已經超過下課時間了 我們就休息一下 再回來繼續這個話題喔